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解释Patrick 这部电影讲述了三个年轻女性醒来后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故事怪物 三个女人的个性仍然完好无损 她们开始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给她们 她们会解开谜团吗? 让我们在Patrick中找出答案 拼凑从一个名叫詹妮弗的女人开始 她正在过生日 她在一家酒吧等她的朋友们 詹妮弗邀请了她所有的朋友 但只有两个人来了 厌倦了尴尬的局面没有其他人来 詹妮弗的两个朋友然后说再见 她们说她们必须一大早就来办公室 不久之后,一个名叫丹的男人来见詹妮弗 詹妮弗是丹的情妇 她花时间遵守詹妮弗的邀请 但不能在那里逗留 因为她与妻子和家人共进晚餐 聊了一会,她就走了 现在詹妮弗完全独自一人 终于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庆祝她的生日由任何人 詹妮弗正要离开酒吧时 遇到了一位名叫迦勒特的学校朋友 詹妮弗觉得很尴尬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没有那么亲密 但迦勒特是一个友好的人 迦勒特甚至邀请她加入她和她的朋友们 而不是一个人坐着 但詹妮弗礼貌地拒绝了迦勒特的提议 并决定回家 到家后,突然有人从背后撞到她的头 绑架了她 当她醒来时,她在手术床上 状态很糟糕 里面有很多缝在她身上 她也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异样 詹妮弗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是多么震惊,她脸色变得如此可怕 她的脸似乎是由另一个女人脸上的三个不同部分拼凑而成的 不仅如此,詹妮弗终于意识到 在她的身上,有着三种不同的性格 因此,她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 因为她所有的个性都是争先恐后的控制自己的身体 在她的体内,除了她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 她们是艾莉和马德林 詹妮弗的个性随后成为最能控制身体的人 詹妮弗和另外两个人终于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给她们 三人合力逃离设施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 已为医生试图阻止詹妮弗逃离这个地方 但她们很快就失败了 詹妮弗终于设法离开那里并乘坐出租车 到了她的公寓 三人讨论了复杂的问题 以及她们接下来将采取的行动 詹妮弗记得她刚从酒吧回来 就有人来了 突然袭击了她的昏迷 艾莉对去酒吧也说过同样的话 马德林也是如此 艾莉接着说 她经常去酒吧寻找帅哥 有一次 她遇到了一个名叫彼得的男人 她立刻就被她吸引了 艾莉然后公开的接近那个人 但彼得似乎并没有被艾莉的美貌所吸引 因为她已经有了女朋友 艾莉因为喜欢的男人不理她而难过 然后喝酒自娱自乐直到她喝醉为止 不久之后 一个名叫兰斯的男人似乎靠近了艾莉 英俊的兰斯立刻吸引了艾莉 长话短说 兰斯随后邀请艾莉到她家 两人接吻 正要发生性关系 但事实证明 有兰斯的朋友打算记录她们的行动 艾莉立即表示不赞成 因为如果她的性交她会感到不舒服被别人吃掉了 但兰斯坚称 她只会在她的朋友们拍摄时与艾莉发生性关系她 由于艾莉仍然拒绝 兰斯和她的朋友们最终离开了她 离开兰斯家后 突然艾莉在试图穿过马路时被车撞了 路 她的记忆直到了那一刻 珍妮福听完艾莉的故事后 给丹打电话 希望她能帮到她 处理她的问题 但没想到 丹竟然说要和她分手 立马转身挂断电话 詹妮福然后感到悲伤和愤怒 但是这个时候 她不能因为和她分手就伤心难过男朋友 詹妮福然后想到了迦勒特 她是一名医科学生 也许迦勒特可以帮助她找到她目前状态的解释 给迦勒特打了电话后 她又去了艾莉家 从窗户偷偷溜了进去 詹妮福和另外两个人正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掩盖她的可怕之处脸 他们最终决定装扮成霍洛曼 前往迦勒特家 到了迦勒特家 詹妮福告诉她 她的脸已经毁容了 看起来害怕 詹妮福然后要求迦勒特再看到她现在的脸后不要害怕 迦勒特随后同意了詹妮福的请求 迦勒特无言以对 只对詹妮福那张丑陋的脸目瞪口呆 幸好她没有惊慌 吓得跑了 她对詹妮福仍然很友好 詹妮福接着说 在她身上还有另外两个人名叫爱丽和马德林 詹妮福要求迦勒特让她的身体恢复原来的样子 因为她和另一个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在一个身体里感到非常痛苦 但迦勒特说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她无法将这三句已经融合了个性的身体分开 詹妮福等人闻言 心里十分难过 最终决定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詹妮福发现丹与另一个女人有染 詹妮福非常生气 当丹独自一人在车里时 她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丹 杀了丹后 詹妮福等人心情舒畅 泄愤也松了口气 她们一直深藏在心底 詹妮福 爱丽和马德林 然后决定报复那些制造她们的生活悲惨 在发起复仇行动之前 詹妮福已经以这种方式改造了她的外表 以免引起人们的怀疑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彼得 那个男人和她的女朋友雷切尔在酒吧里 詹妮福然后来到彼得身边 把她打昏了 然后她问雷切尔彼得是否每天都和她在一起 雷切尔说是的 事实证明 使他们的情况变成现在这样的人并不是彼得 之后詹妮福去了兰斯家 杀了他家的所有人 包括说 离开兰斯家后 詹妮福和其他两个人意识到他们被跟踪 原来跟踪詹妮福的人是一生的爪牙 使他的状况变成现在这样 詹妮福立即杀死了这两个人 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他在他们的车里发现了几份文件 他接过他 试图找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詹妮福去了迦勒特的家 让他翻阅文件以获取信息关于他的状况 以及对那些做过这些残忍事情的人的可能线索给他们 但迦勒特似乎对阅读这份文件不感兴趣 他甚至称赞詹妮福 因为他现在变得更加美丽和自信外貌 詹妮福的两只眼睛 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很独特 也有自己的美丽 迦勒特的真心话打动了詹妮福 两人随后做爱 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 詹妮福在兰斯加发生的大屠杀成为当地所有电视台的头条新闻车站 詹妮福立即成为警方的逃犯 迦勒特然后让詹妮福躲在他的房子里 但詹妮福还是坚持要报复那个毁了他脸的人 在詹妮福找到的文件中 原来有一个地址 他和另外两个人通过手术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迦勒特打算烧掉地址 所以詹妮福没有去那里报仇 但詹妮福设法从迦勒特手中抢走了文件 并打算去那个地址和尽快进行他的复仇行动 詹妮福然后把迦勒特靠在床上 这样他就不能跟着他了 说完 他和另外两个人立即赶往现场报仇 到达地点后 詹妮福终于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姆的医生 他为他安排了病情 和另外两个人惊天的样子 Sam高兴地跳了起来 因为他的实验成功了 得到了完美的结果 Madeleine通缉 詹妮福和艾莉被山姆的话弄糊涂了 两人随后要求马德林做出解释 马德林接着说 她是一个总是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安全的女孩 她总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女人漂亮 在酒吧里她遇到了一个名叫汤姆的男人 男人似乎有兴趣赞美他的美丽 马德林还称赞汤姆身材魁梧 原来马德林是个精神病患者 喜欢收集自己喜欢的身体部位从她的受害者那里 因为她一直对自己的脸型和身材不满意 所以她就去了到山姆医生的整形外科诊所 山姆是一个疯狂的外科医生 她使用别人的身体部位进行整形手术尸体 当然外科手术违反了医学界的规则 是违法的 触犯法律 但马德林不在乎 她迫切希望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整形手术 以便比其他女性更漂亮 山姆然后邀请马德林检查 可以使用的身体部位的集合来完善她的身体 但马德林找不到她想要的任何身体部位 于是她去了一家酒吧 开始寻找身材完美的女性 她终于遇到了符合她标准的詹妮弗和艾莉 马德林和山姆医生的手下 跟着詹妮弗和艾莉绑架了这两个女人 山姆看到詹妮弗和艾莉完美的体格时非常兴奋 她立即进行了手术 最终创造了一个结合生物詹妮弗艾莉和马德林 更糟糕的是 因为马德林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詹妮弗和艾莉也受到了作为一个虐待狂 詹妮弗和艾莉在听到马德林的解释后非常愤怒 因为她变成了一直以来 她都是他们所经历的所有苦难背后的主谋 三人之间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他们都在一个身体里 这让詹妮弗看起来像是在和自己作对 别人的眼睛 珊姆然后复活了所有的实验生物来捕捉詹妮弗 在成功绑定她的身体后 珊姆打算解剖她的身体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在其他地方 迦勒特设法从手铐中解放了双手 静止走向了文档中的位置 当道的迦勒特立刻受到了珊姆的欢迎 当迦勒特进去时 珊姆打了她的头 把迦勒特打昏了 珊姆然后把迦勒特的尸体拖进了她绑詹妮弗的实验室 但是当她到达那里时 Sam非常惊讶 因为珊姆封射法挣脱了并杀死她所有的实验生物 詹妮弗然后攻击珊姆 并设法使疯狂的医生失去能力 但珊姆设法站起来向詹妮弗开了一枪 清醒过来的加雷斯迅速采取行动 让自己成为保护珊姆福的盾牌 珊姆的枪击中了迦勒特 并杀死了她 珊姆福对迦勒特的死感到震惊 艾莉也是如此 但玛德林的情况并非如此 她一直要求珊姆医生做整形手术在她的身体上 这样她就可以获得完美的体质 他们非常沮丧 珊姆福和艾莉随后对玛德林进行了脑液切除手术 在那之后 珊姆福强迫珊姆医生对加勒特进行类似的实验 所以她可以复活 最后一幕是加勒特 她已经从死里复活 她很惊讶 因为她的脸变得可怕 在她身后 珊姆福满意地笑了起来 加勒特变成了她 电影结束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